第四章的第三节 主题是植物生长与发育的调节 那这一节主要是要介绍 调节植物生长与发育的植物基数 那植物基数呢 我们再讲讲看 我们生物在生长调节发育的时候 会有一些所谓的调节作用 调节作用就是让我们接受内在与外在的因子 在在一起的环境之间 在一起的整身的基数或者生长的状况 这一件事情呢 就会让你产生适当的反应 好 那这些引发你生长 调节你生长发育的因子 包含着环境 就是外界跟植物本身 那植物本身在植物身上 主要是通过植物基数来做讯息的调节 而动物呢 会有基数内分泌以及免疫系统 这个我们讲动物的时候再说 植物的讯息传递很单纯 就是植物基数 那动物就是基数加神经 这是国东讲的 还有一个系统叫免疫 免疫也是讯息传递的系统 好了 那我这边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植物的基数一般是微量的小分子有机物 跟动物的好像哦 动物在讲基数的时候 没有提到小分子 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到问号 动物的基数有一些是大分子的有机物 像蛋白质 都是大的 可是植物的基数都是微量的小分子有机物 为什么因为植物的细胞壁很密 所以大分子根本进不来 你大分子根本碰不到细胞 所以植物基数不可能分子太大 因为被细胞壁会挡住 动物就没有细胞壁的问题了 这个了解一下 好了 那我们来看看植物基数 植物也有反应 它不能叫植物基数 你把动物的某些物质喷到植物身上 它也有反应哦 它也不能叫植物基数 因为植物没有自然的分泌那个物质 这个很重要 它没有分泌的东西 你不能说是它的基数 它没有分泌的东西 你不能说是它的基数 为什么这么重要 要讲两次 因为很多的实验研究 就是用这种方法说 你看它有这个效果 然后评审一问 这个物质它本身会分泌吗 不会啊 那你做它干嘛 自然界又没有这个东西 在它身上 你干嘛做呢 所以记得 自然界它可以产生的 我们动物就是 它吃量基数越多 你长得越高 吃量基数越少 你长得越 通常它的结论很简单 但植物不是 有时候是低浓度时促进 高浓度时抑制 再高浓度时又被抑制了 不同的浓度会有不同的效果 这一点倒是植物很重要的 跟风的风味 可以接受这些植物技术 可以接受这些植物技术 而隐藏细发的反应 植物技术很特别的 植物技术就有多一样的 新型的比方就是跟动物不太一样 植物技术不同能度可能会有不同的效果 植物技术通常 一个技术有多种功能 跟动物技术就没有那么像 动物技术通常是某个技术很简单 像升糖素功能是什么 增加血糖 然后呢 差不多了 当然生长素还有别的功能 我们不知道说没有效 但是它的功能就很单纯 增加血糖 但植物的任何一个技术 它可能对根对金对叶 对芽对花都有不同的效果 所以一个植物技术可能有多样功能 这是植物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植物技术很重要的功能 那这些技术主要影响植物实在做什么 比如说的分裂生长的分化 这个动物跟我们的动物很相 那我们植物技术的目前 我们会讲有五大传统植物技术 依序为植物的三长素 极栅树 粘杉树 细胞分裂素 以及五极 因为陆续发现第六种 第七种第八种 陆续发现 只是我们教科书还是以这五种为主 因为它是最传统 发现比较久的 我们晚一点等一下就会从 生长素开始 依序一个一个介绍 这些植物技术有什么生理功能 如何发现的 它有哪些特性 咦 咦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